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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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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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洞北 那还穿少了 他穿出来我们都不相信 这个是你穿的 快来帮忙 我也很忙 这个太暖和了 这是我穿过最暖和的 我们那个时候还不够 零下十八度还穿个大风扇 是 铁道飞虎是一个全新的 构思的一个动作喜剧 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海涛有这个 这里面的扮相了 那其中我们今天出的 成龙大哥之外 我们也有非常优秀的演员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依次来 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首先是我们的涛涛 涛涛 涛涛是汪汪汪汪 又来了 又来了 他上次走的时候 就跟我说说 何老师我马上就来 这个 没想到是跟成龙大哥 这个铁道飞虎 一起来看吧 恭喜恭喜 上次推红了一个莫须有的地名 叫做 鸡布罗子马 鸡布罗子马 对 你在剧组跟谁关系最好 那肯定 其实都挺好 他怎么学会讲场面话 我最喜欢的话 还是大哥吧 对 对 然后再就是 其实都很喜欢 因为 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回到对剧组的关系 扑朔迷离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王大陆 大家好 我是王大陆 王大陆在铁道飞虎里面的角色 是也要打的吗 一点点 好可爱 好 下面是我们的王凯 欢迎王凯 大家好 我是王凯 王凯其实还蛮不像铁道飞虎这个故事会出现的角色 你是走文质彬彬的路线还是 你要传这样的吗 对呀 没有 用导演的话说我应该是个没落的会族 哦 没落的会族 哦 那何时那何时 平时有一点小嘚瑟那种感觉 哎呀 期待 期待 下面这一位呢 我们导演看到他本人说说 哇 你在电影里看起来没有那么大我 来 我们桑萍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杨源桑萍 因为这个电影是昨天上的 12月23号上的 相信很多观众已经迫不及待去音乐 看过了 先读一块 对 支持了 那么我们相信大家也会对桑萍的表演 留下这个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呢 我们要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互动 来考验一下我们铁道飞虎这个剧组 到底大家是不是默契跟熟悉 很熟 很熟 是吗 那既然大家互相熟悉就喜欢 我们截取了其中一位演员的一个身体的部位 让你们来认一下这个部位 不见得能认出来好不好 好 首先王凯请出场 王凯不禁演技备受肯定 所有的颜值周边也备受观众热议 比他的颜值更受关注的就是他的手 这双修长白皙比例完美的手 备受广大观众追捧 今天本本特别选择这双热议十足的手 来迷惑大哥 究竟大哥能不能顺利过关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真真假假 游戏规则 我们会请王凯出现 他的头露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有三个不同的手互动 只有一对手是他的 所以我们要拆出哪一个是王凯的手 好不好 我们要请这只手表演的是 抹护手霜 我右手拿吧 右手拿 那我开始擦了 开始擦 好了 可以就这么做吧 这个手就是他的 那个何老师帮我拿一下 帮你拿 没问题 给我吧 我右手给你啊 你右手给我 知道 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冲播 来 给我点吧 两个手一起给你 我手对 不是他的 他就不知道 他的手过去 他的不知道 好 以上就是第1只手 好 大家注意分析啊 小桑萍 你觉得这是她的手吗 我觉得这肯定是她的手 因为我对她的手是非常的熟悉的 你为什么会带她的手特别的熟悉呢 因为我们天天收工在一起 所以 在一起玩手吗 不是 因为网上都说她的手 好 第二个手 不要说 好 第二个手 请亮相 真净点 绝对不是 这个一定不是 这个一定 这个一定不是 这个肯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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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她的手哪有这么粗啊 没有 大哥 我现在上场先吃了菠菜的 重点是颜色都不一样 好了 这个手要跟那个成龙大哥 玩那个猜手指的游戏 好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游戏是 成龙大哥会出一些算术题 但是不要管题目的答案 只管成龙大哥自己比多少个手指 好 一加二等于几 一加二等于几 他看见的 是我的手大哥 我当然看得见 大哥还可以换位置吗 一加六等于几 他们已经有人在后面带个耳机讲话的 没有后面的人也看不到 问题是我们后面没有monitor的 他有动 有动吗 因为 太不像 他的手 太细嫩 细嫩 来了 第三个手来了 好 这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手要完成的是一次自拍 右手拿手机是吧 好吧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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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拿左手拍这个角度会好看一点 来 好 一二一二三 OK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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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一遍 来 不能讲话 他的 他知道烦了 这个手是他的 好谢谢 谢谢第三位 给我们一个答案 现在 是第一位 还是第三位 还是第二位呢 第二位 第二位 你不要这样不觉得是第二位 我不是第一个 我从这儿出去不顾 你大哥 第三个 确定是第三个对不对 第一个吧 不相信我啊 大哥 咱们俩 咱们俩什么关系不相信我 大哥 选出了又惩罚了 真的 对啊 那我一起罚了 第一个吧 第三 第三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揭晓了 刚才的是第三对不对 我们先看第二位 到底是谁 掌声欢迎丁顺导演 想不到是你的手 丁顺导演的手 刚才大家其实都认识 跟网卡很不一样 那接下来请三号的这位手 自己走出来 如果是网卡的话 就说明你对了 如果不是的话 对不起 黄子涛要做护卧城 那我 如果是第三不是的话 成龙大哥做护卧城 那可以 接下来有请三号手的主人 闪亮灯场 闪亮灯场 哈哈哈 对不起 浮卧城不是阳卧城 是阳卧城 这叫阳卧起座 你这两个大哥做吗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了可以了大哥可以了可以 哇 大哥 大德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个这是一位专业的手膜 怪不得 他的手漂亮到可以有价值2000万 你说我的手值多少钱 你的手无价 因为你拍电影 那这样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手 到底你平时用手都做什么工作 我平时拍一些影视广告 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的 我是属于手部的白领风格 一些是大家看到一些苹果 还有三星 还有一些联想 还有华为广告都是我拍的 就是华那些屏幕什么 其实是你的手 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Vivo在这吗 你说的这些都说 都被逼掉 我下一个拍Vivo的 来我们欢迎王凯 就是第一个忙 那个手 就是第一个忙 真的大家都很了解你 成龙大哥也是最后一下犹豫了一下 说三对不对 因为 一定要有人猜错 故事没有意思 观众朋友们 你们猜对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王凯 是如何满天过海的吧 一加二等于几 我喜欢拿左手拍这个角度很好拍的 那接下来呢 铁道飞虎的剧组要送一个礼物给成龙大哥 他们要跟成龙大哥一起演唱一首大哥 欢迎我们铁道飞虎剧组 欢迎我们铁道飞虎剧组 不怕工作含流浆背 不怕生活尝尽苦水 回头我再领回 你一直都在我的周围 当你身心在我胸前 很望一天你会看见 我并没有改变 会陪你一起做梦 在生命的每一天 你说自己爱冒险 让英雄不会太遥远 几十年的诺言 到今天你不是少年 我叫你大哥好多年 我最爱你的光和天 每一次的感动 每一次的悸动 我都会想念 我像你大哥好多年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陪你时间进退 陪你喜乐不为 爱你每一天 我像你大哥好多年 我也爱你的光和天 每一次的感动 每一次的喜乐 我都会想念 我叫你大哥好多年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陪你时间进退 陪你喜乐不为 爱你每一天 陪你们时间倒退 陪你们欢喜乐不为 爱你们在每一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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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爸爸素人萌麻 千万别眨眼 十月七日起每周五晚 爸爸去哪第四季 快乐大本营 现在进去 休息 好 好 排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卧底飞虎只能通过察言观色来推测 普通飞虎要通过几轮任务抓出卧底飞虎 好 没有问题啊 大家都不需要再看手机了对不对 好 天黑 时刻 天黑请闭眼 请全员闭眼 闭了 你确认全员闭眼 确认了 你接头完毕 请全员睁眼 打开手机 确认第一条任务信息 你不用抓了演什么呀你 你们怎么那么快看完了我好长一段字 是吗 是吗 啊 哎呦 我们都没字了 要不要兴法字典呢 有一个给我那么长的文字 我们都没有文字 对 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文字 你俩是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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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个计划 叫迷惑舞池 来 迷惑舞池 又名 抢凳子 嘿嘿 你们没听错 就是你们想到的那个抢凳子 不过普通飞虎 在刚才接到的隐藏规则是 每个人的马甲里 都藏了一个击步器 而游戏结束后 击步器数值最高的三位 就是这个游戏的大赢家啦 不过 不知道规则的谢娜 能否安然地完成第一项任务呢 而另一个卧底废虎 是否能隐藏好自己 并顺利完成任务呢 好吧 就怎么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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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确定了 好 这个游戏很简单 我们就要抢椅子 一轮论淘汰 看谁能够留到最后 是不是淘汰出局这个游戏 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只是根据这个游戏 不得让大家的表现 来判断谁是卧底 好 来吧 大哥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 一摸就知道大哥是卧底 来 准备 拿起来 好嘛 我叫舞台是有一定定位的 而且是自学成绩 我哥哥 干扰我大姐 干扰我 他怎么干扰你 他在后面笑 然后扭着看他说 因为就行了 K-O 好 各位 他这个怎么样 他这个来 那这样 这样 来 海涛 你往前动一点 好 大家看一下 来 黄凯 我让你感觉一下 坐椅子的感觉 好 那么黄凯和海涛出局 我不小心 我不小心 一个在大哥旁边 不要 你要在那边 来 准备 来 准备 来 准备 加油 加油 跑大一点吧 娜娜 跑大一圈一点 再一次 我还没喊停呢 来 继续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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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我们俩呀 王子涛 王子涛 你好 你再让我吧 谁把我挤下来了 我呀 没有 重点是 我其实只做了这么一点 但因为我正好这是个坡 我就 大陆 stabil了没错了 我不行 我不行 我不用 来吧 准备 JU protection 可以拿键 不要跟他 没事啊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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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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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L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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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公平了 这个不算 没有没开没开 一共远一共远 一共远一共远 停 一共远的距离 停 我这一次屁股没有离开过椅子 我是这么走的 我也走 不不不不 一共远一共远 娜娜 我们要是赢了奥斯卡终身荣誉奖 我们就是比奥斯卡终身荣誉奖 还会抢椅子的人 下一届奥斯卡上去唱大歌的人 就是我的 我觉得这个让子涛唱Rap吧 他停的时候就可以停了 对 唱什么Rap 你要背着 行 我背 唱首歌 我唱首歌 开始了 预备 开始 这样回去 给我你的爱 让我陪着你去未来 给我你的爱 手来着手 停 我这会儿没看 成功大哥捍卫了他的荣誉 送给你我的心如口图的 但是不一定我们输 在场的九人中 有两位卧底是不知道比拼步数的 卧底是不知道要拼步数的 卧底是不知道要拼步数的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 一直在抢椅子 他并没有刻意地去把步数增加 现在我们将取下你们各自身上隐藏的激步器 也许步数低的 就有鼓数卧底 拿出来有 在里面 没有 有人要把你拿了 谁给我拿了 好 好 海涛566步 王凯257步 王大陆514步 王子涛458步 佳佳709步 吴熙552步 成龙大哥589步 我872步 谢娜2412步 我要说一下 我其实没有这么多 刚才在找那个的时候 一直在找 我来回在夺步 对对对 但是我也是很高的 好大一圈一点 好大一圈一点 1 2 1 2 我在舞台是有一定定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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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记不及步数最高的前三名队员 将获得一条关于卧底身份的线索 好 所以呢 现在步数最前的是娜娜我跟佳佳 我们三是吗 对 我们三个来分享一个线索 只有我们三个 我们三个是好朋友 不是步数最少的 步数最少的吧 最多的三个 最多的三个 知道 一定是他们 因为他们懂这个游戏 我跟他两个都干什么 都不知道干什么 我描办了 我是最多的 我觉得你们三个特别的可疑 这个这么玩啊 我以为是最少 才弄明白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现在特别可疑 你知道吗 反正他们三个中间有两个 没有你吗 没有我 我跟你们一样 不不不不不不 我觉得不一定 你我也觉得有点问题 我 我觉得我智商到了 反正你们三只都有点问题 你们三只我觉得多一些问题 大哥感觉很懂 报告 我们三个看了这个线索之后 我们三个非常开心 因为 一根毛都没有理解到 反而 反而更加困惑了 所以我们决定共享一下这个 大家一起来看 快分享一下 集思广益 这个时候有的人 面部就非常的紧张了 请大家看一看 因为懂的人一看就懂了 对 如果跟他有关系对吧 三 二 一 这是第一个线索 五 三二 三六五六 裤照号吗 这是谁家叫号号吗 电话吗 太假了 你太假了我跟你说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别演 你现在不自然你知道吗 你一看就演出来了我跟你说 你别的 你别的 绝对就是你 都哪不自然了 都是一样的 他不说话 我还觉得没什么问题 他说啥 他一开始念 我就觉得有问题 不为什么 你们伤不伤心 我吉布罗子马 又要出去了是不是 吉布罗子马 又要出去 你说你刚刚说什么 我觉得 你看他又开始惦记 这就是在演示 他眼睛是散的 他眼睛是散的 演示 您听唱出来吗 陈鲁大哥 陈鲁大哥 你是哪年的呀 随意开头 懂的人一看就懂了 对 如果跟他有关系对吧 嗯 陈鲁大哥 陈鲁大哥 你是哪年的呀 随意开头 微博粉丝吗 微博粉丝 个时百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千多万 几千万 我不玩微博啊 我没微博 你有啊 陈鲁大哥 我有吗 你有啊 你不能为了假装自己不是卧帝 就什么都否认 你是不是叫成龙 五千五 会不会他五就姓王呢 啊 啊 五为什么是姓王 五王 五王 对 黄大陆 黄大陆 不对 应该是王凯 你看我我是王嘛 你看三凯 对吧 这是生往往上推 对不对 生往往上推 哎哎 我我王 三凯 对 三六 黄涛 这是联赌 好吧 带着这个疑惑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反正 我们会 可以大家说一下自己最怀疑哪两个人 我现在最怀疑的是 王凯 跟成龙大哥 因为成龙大哥他是玩到最后的人 对 他部数居然才五百多 对 我我还这个游戏规矩我还没懂 我 我只是以为把这个椅子坐好就好了 我跟大哥一样我也没懂 对 我也没懂 你们不是不懂是因为你们没有接受到这个指令 我接受了 我懂 你接受了 你接受了对吧 对我接受了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就我让你怼下来了 不是 我想下去了 我不想多走点 哈哈 王凯 你最怀疑哪两个人 我最不怀疑的是何老师 因为何老师应该故意跑那么大的圈 他如果真的是问题 我怎么干 对对 是的 何老师你还怀疑我 我 你要我如何拒绝你 坎哥 怀疑成龙大哥和黄子涛 哦耶 对 反正我不怀疑王大陆 好 你怀疑谁 我也不怀疑大哥 因为我觉得我跟大哥应该是一样的状态 都是很懵的状态 只知道墙椅子 完全不知道那个记不起的事 对不对 你两一个状态就对了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我觉得 我觉得王凯的发言很奇怪 我明明问的是你最怀疑谁 他一直都在说我不怀疑谁 不怀疑谁 其实我拉票 拉票 拉票 不是我在帮我的同伴去做排除法 你看 你帮的这个人真好也是我们怀疑的对象 陈老大哥 我我 所以你们俩是确认过身份的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黄子涛跟娜姐 子涛跟娜姐 那就是你 因为 因为你们俩一直在质疑我 从一开始玩游戏你就干扰我 我们为什么要质疑你呢 请站出来说话 好 黄子涛 我怀疑你们两位 我怀疑你们两位 我我我我我 你又说Rap 你是不是又说Rap 我 我我为什么质疑你 为什么你说 因为你最可疑是不是 是 是 黄子涛 黄子涛一讲道理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腿一定要弯 为什么 一直倒 因为你最可疑 然后转这边的时候是弯这个腿 因为你最可疑是 好 你去 好 刚才有一个细节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别生气吗 玩游戏 那个就是淘汰之后 黄子涛就过来问我说 你刚才手机里有写字吗 我说有呀 他说写的什么 我说那你写的什么 他说 哎 墙椅子嘛 就是他不知道写的什么 怎么不知道 那上面主题不就是墙椅子 那椅子上那摆的 谁都知道墙椅子呀 我还问那些 我那一大堆字什么意思 你对 你肯定也有一大堆字 那是演的嘛 可是你跟我 你跟我的表现是你 看懂了 你为什么 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是要攻击我 没有攻击你 就是我现在做没做 我就得 你现在跑得早一点嘛 我到目前还是相信你的 他说完以后我就在想 你为什么要去问他 对啊 我们俩做那么近 你为什么不问我 你们先讲 让我好好分析一下 我冷静一下 好 好 他们是他们是在分析的 我就是想攻击 我觉得是 可以 可以 我有一个小小的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那个问题 你说 就是以往啊 就是不是佳哥的时候 佳哥会跳出来有很多人 对 今天过于的成功 对 对 对 佳哥和王大陆 我这样 那个最开始的时候 佳哥看完就怼了怼我 说那个 我猜一定是王凯 你要跟着我的思维 他最开始跟我说 好 好 明白了 第一轮的 我背了 我就可以救王凯 我背了 就是他们俩 不是 他不是要救你 他是要拉着无心一起投你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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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 待会可能会回放 就我们三个没被怀疑 哈哈哈 好了 我现在心中已经确认了 我就不说了 好吧 我就确认了 我只能说肯定不是我 如果是我的话 我 倒出去 哈哈哈 你不能说 在这儿倒出去 我不会像黄子涛那么幼子说 我从那出去不露了 我从那出去不露了 你从那出去不露了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 带着目前心中的怀疑 各位擦亮眼睛 你心中现在不管每个人身上 是不是都有怀疑 你一定有一个重点怀疑的对象 仔细地观察他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名字叫做数字炸弹 好 X9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Vivo X9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快乐家族 飞虎特别行动第二波数字炸弹 这一轮的游戏规则是 普通飞虎 在自己的Vivo X9上 将会看到哪个数字是炸弹数字 但是卧底飞虎 现在不会看 但是卧底飞虎将看不到这个数字 他只能察言观测 根据别人的表情来猜测 不要让这个数字炸到自己的身上 每一个人有一次反 或者是过的机会 但是只有一次 你选择了反 就不能再过了 了解 好 每个人最多可以喊两个数字 我们都是从一开始 那现在可以看了 ens the APP EN WACK 字好多呀 你看成长片大路 那字怎么说的 长篇大论 长篇大论 你非掉书袋是吧 说出一个长篇大论 就叫掉书袋了 对于他来说 我觉得你 气死了 我觉得涛涛 你不要一直攻击王海 因为你这样很容易 把矛盾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我们就忽略了 另外一个 你容易误杀我是你队友 但是你知道吗 虽然我当时在吉普老子 马那时候骗过你了 但是这次我绝对不会骗 但是我的执角组绝对没错 先把这个人搞定 我们再去找下一个人 因为这个人百分之百 绝对就是他 他说先把这个人搞定 再把下一个搞定 对啊 先把他搞定 那我们先把你搞定 好 我们来了 从欣欣先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九 四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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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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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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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十三 二十二十三 你怎么完成啊 你继续往下 继续吧 没有炸的话就继续往下 我演太好了 会 你演成功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也是23是吗 对 2425 26 好了 怎么感觉都是问题 这是过是吧 就过的意思 是过的意思 是过的意思 对对对 直接那一下 2728 30 31 空 2728 29 30 31 反 反 反 不是我这上面 不是已经过了吗 你反给何老师 何老师反给你了 不是我是说没输输过的 没有 你看这是第二轮吧 我第一次也看这是第二轮了 谢谢 32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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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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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没有演的感觉 他 我在这一轮有两个怀疑的人 我感觉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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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点就是 你自己走到后面去 你自己走到后面去看一下你的手机 不要你看气球 你看什么气球 就是大路验了一个23 然后就 对 他那个害怕是真心的 23 真心的害怕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他是把32记成23 对 他一下突然一下 到底是32还是23 不是吧 这也能记错 那你说我戏不错吗 不是吧 好 来吧 好 来吧 朋友们 我们交换位置好吧 交换位置 现在再继续看 下面一轮的指令 一轮胖 我认为是自己 exhausted 三轮 站住 角换位置 安J 我们 Korea 把这些臣子看到得好 都是全身的 一喜 那我觉得ince Jun 真是白胶 但是心可以 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1 22 过 返 什么什么什么 返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二十七 过 二十六二十七 过 过 二十七 三十七 一二十七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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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差一点就还二十八了 给我来 反 三 二 一 他太对了 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 他不是 他不是 他只是这轮送 大哥我只是游戏输了 但我的身份不一定是我的 这个我信 我信没错 对 没错 他不是 他不是 怎么又不是 现在 现在 有三个人 我现在消除怀疑 有三个人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 王凯 大多和黄紫涛 这三个人我不怀疑 因为他虽然第一轮被炸了 但是他好像并不是没有看到那个数字 而是他误操作 看了第二轮的数字炸弹 紫涛已经不是了 他已经数了 他已经不数了 不一定 不一定 没明白大哥 不一定 这是两个不同的游戏 大哥 对 对 他暂时先安静 我 我现在重点怀疑的是王大陆和吴欣 我 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只有卧底是不知道他手上是什么 我们手上是什么数字的 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看每个人说数字的状态 我们就很轻而易举就知道 涛涛你的分析 我本来也是有 等会儿我还没说完 你说你说 我第二个怀疑就是涛涛 好你说 怎么了 无稽之谈 第一次我有点问题 我在思考 所以你第一次是我 第二次是我 你第一次是我 但第二次演的就不上了 对吗 不是不是不是 后来第二次我是完全清楚 那姐刚才给我一个球 我马上回了 我想都没想 22 23 翻 多少 24 刚才那一下好像是知道 因为如果 为什么呢 他成功的 引起了我的注意 欺骗了你的 好 好 王子涛你的怀疑 其实根据我多年的这个推理 但是我多年的这个揣摩啊 反正现在最怀疑的就是大陆 但是 但是大陆刚才那一下 不知道还是演的 要不是如果他演的话 就真的是太厉害了 演太好了 对就演得太好了 真的吗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我换一个人才 我换一个人 那就是佳哥 那我换一个人才 那就是佳哥 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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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踩一下你自己吧 他这次画真的小 我为佳真的画太小了 太小了 没错 所以这就是你 为什么是你是的原因 因为你画太少了 我好奇怪 佳佳你太奇怪了 你先说 你今天先说 你简直是在乱咬人 他也带着一群 来咬我 什么很谦虚低调对不对 有可能 我刚才又突然想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今天有一个人从头到尾 他都表示不清楚在怎么玩这个游戏 他有可能从头到尾都在演 很妙 大哥 我现在清楚了 从头到尾都在演 大哥 我现在清楚了 我现在清楚了 我这一轮很清楚 成龙大哥 大哥 大哥 我现在清楚了 你现在清楚了是不是 现在现在 那你觉得是谁 突然一下就清楚了 你觉得是谁 我怀疑啊 我怀疑你 因为你一定不可能我们那么快猜出来 一死掉就节目完不下去了 你一直在讲话 我已经忽略你了 我从第一轮我跟他讲就是你 你看他这么清楚 他刚才一直在演糊涂 他刚才一直在说 你游戏输掉了 你就是卧底 你们一定首先选我是卧底 对不对 对 我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他是卧底的首选 所以导演不会选他 不然会太危险 你也是 同样的 对 所以导演没有选我 我们俩是安全的 怎么就 等会儿 怎么突然突然 为什么突我下去 我都没说什么 我怀疑 最怀疑的是娜娜 因为娜娜今天 出乎意料的头脑清晰 她原本玩这个节目 都是那种很慌张 说多还错了 是你 是你 她今天极其冷静 而且她的分析都条条是道 有道理 说多了还错了 我都是为大家站在这里为大家 但是今天她分析的也是确实 你们想一下我一路以来的表现 请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看来这个游戏确实让所有嘉宾都原地爆章 每个人都行为可疑 接下来全场公布一条关于卧底的线索 这个数字25 究竟暗示了哪位是卧底呢 谁25岁 这里25岁是谁 大陆 我18 你18 年纪 我25岁 但不是我 行了这就是在演了 不用说了绝对是 她要不是我一头撞在上面磕死 这个事不能乱发 这个事不能乱发 不要不要 我不让你这样做 你咱那么薄命呢 你一会要出去一会要撞的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5 对 2 有可能 有可能 是这样的 首先我必须要说 一般来讲 我不敢保证 但一般来讲导演组不会给这么直接的指令 对 那就是 5 2 那我的意思是说 王大陆25岁不会这么直接 不会这么直接 我觉得 等会儿 7 7 7 又是我 又变我了 等一下 5.2 5.2 3 3 所以我们都突破嫌疑 都有 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我 我建议取消线索这个环节 每次线索出来 我们智商都显得很低的样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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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位普通飞虎将会不能参加下一个游戏 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为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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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天黑 时刻 我知道你们想杀我已经很久了 杀我 天黑 请闭眼 指我呢 是吧 请全员闭眼 我闭了 杀我吧 来吧 我准备好 以确认全员闭眼 请卧底睁眼 淘汰一位普通飞虎 杀吧杀吧 杀吧 我忍了 请卧底闭眼 卧底淘汰完毕 请全员睁眼 我知道我死了 死会不会到 在上一轮中 9号 杜海涛被淘汰 我就说我刚才闭眼的时候胸口这么闷呢 完了 没办法给大家出谋划策了 还真不重要 海涛你分析一下 你刚才主要进攻了谁 你还记得吗 我刚才说了大陆 我说了涛 凯露说吗 凯露说我 但是你说了我 对 啊 你是不是早就 感觉我就是有点意思 想干掉你 那你也不像那种人 一定有两个人不敢直视你的眼睛 哎 我走一圈吧 好 绕场一周对视时间中 以下几位的互动得到了海涛的怀疑 王凯 凯哥垫我一下个菜 黄子涛 涛不会吧涛 怎么可能是我呀涛 涛干嘛涛 恶心 王大陆 你就是 我心中 哎 想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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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娜娜凭借充满苦情的死长烂打 好像成功地摆脱了嫌疑 答案就要揭晓 究竟谁会是娜娜的帮凶呢 马上进入到最后一轮 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昨天呢已经上映的这个铁道飞虎呢 是一部全新的动作喜剧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今天呢我们铁道飞虎的四位主演来到了我们快乐大本营的现场 进行我们的飞虎特别行动 在我们九个人当中有两个是卧底 接下来的飞虎行动中 普通飞虎们要团结一致 互相结盟 把一次卧底推出大门 如果大门内最后剩的三人中还有卧底 那卧底任务就胜利 普通飞虎们 你们可要擦亮眼睛 别被卧底们迷惑喽 那现在各位我们可以进到我们大门内 大家可以商量一下 好 好 现在大家可以自由商量一下 大家可以凭借自己的直觉在里面结结萌 我们的四个里面一定有 我刚刚才说我们四个一定有一个 不是强的四个 你们四个一定有一个 不可能是我们两个两个 不可能 我觉得不如就先把铁道飞虎的四个一次都飞出去 咱们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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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小人物干什么 干什么要大的 咱们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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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会对抗起来了 咱们说的 咱们一结盟 咱 zwar 我肯定不是 我们要不先把佳佳推出去 干什么 我肯定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奋不出了 铁道飞虎的联盟 却依然牢不可破 不敢这么接吗 不敢这么接吗 他非常有可能 两个卧底都在 铁道飞虎 反而大家更加迷茫 这样好 我们待会推起来 是我们感觉的 先把铁道往上推出去 我肯定不是 我是最 你是不是我也想推你 好 最后十秒钟的时间 就托黄子手 不是我 来 三 二 二 一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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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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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签 要第一个签 要第一个签 好 现在比赛非常激烈 没想到 不过 何老师 何老师刚才一直在 出谋发策 可怜的何老师 已被铁道飞虎四人抬至门口 快乐家族无奈力量悬殊 完全处于劣势 你能拆我一脚 是个叛徒 我早就怀疑你了 我告诉你 王子涛我不相信你了 大哥等一下 我们先听听看王凯的身份 如果王凯是普通飞虎 下一个大家竭尽全力 把王子涛搞出去 对 好不好 是何必呢 请导演宣布王凯身份 我冤枉 王凯 我是平民 无视卧底 游戏继续 狄狄 狄狄的普通飞虎王凯 惨造淘汰 不是啊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不是卧底 我不是 无论不管你是不是 兄弟们问我一切知仇 你听我说 我不是故意把你推出去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刚 我刚刚其实真的是我没站好 然后我不小心推着凯哥了 紫涛 你确定我是不小心的吗 对你全方位摄像机 可是就记录下来了 我真不是故意 我看到你 你不要 看你刚才腿都踢那么远了 没有 反正真不熟 我大概你相信我 刚才一点没看出 其实我跟你说我不怕死 但是我觉得死了很没用 紫涛 我本来很相信我们这个团队的 至少我看紫涛把你推出去知道 我就不相信紫涛了 大哥是不是把紫涛拿出来 我真不是 紫涛一定不是 我只是 他只能玩 我就想先推出去 我们还是 先把喝酒喝酒喝酒 我们先把紫涛给推出去 好 好 想想吗 必须得 确定 好 简直是大快人心 第二轮 发射 开始 开始了开始了 第二轮 好 看着这个节奏 没错 大家就是把紫涛 紫涛看上去生命力还是很顽强 死死的把自己抠在地上 感觉这一刻 一心引力护体 快点 没有人比较的动作 凯涛 我不是 我不是 一心引力做不出 我不是 王凯涛在旁边说 你不是 谁是 你不是 我不管 王大姐 好 上帝 谢谢 我现在可爱 王大姐 我搬到了 我妈的全面给大响 现在 大哥 没想到 你刚刚没看我 没想到 我知道了 怎么回事 新年 局势很明显了 什么 因为刚才黄紫涛死也不出来 大哥就说 你快到前面去 这个时候前面需要有人 我刚到前面 他就把我推出来了 那就是说明 刚才一切的一切 都是给我下了个套 无心总算是聪明了一回 让我们看看 成龙大哥的这盘大棋 是怎么下的吧 我们先把 紫涛给推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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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坚持 在提议首先推出紫涛后 大哥和王大陆使眼色 不要真推 抱住自己兄弟 而与此同时 快乐家族对大哥的小动作 毫无察觉 开始 大哥再度和黄紫涛耳语 要他配合演戏 这才有了声东击西 推出无心的这个结果 不愧是大哥 果真姜还是老得了 很棒 很棒 他的目标不是黄紫涛 是吧 他的目标是我们这边的 就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我跟你说 现在非常危险 各位 现在剩下的人里面 有两个卧底 因为我相信吴欣不是 你不是吧 我肯定不是 我什么时候当过卧底 我们听主办方向宣布一下 吴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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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人了 不是我 游戏继续 第二轮 普通风骨吴欣 被淘汰 闯上普通飞火还剩四人 卧底依然两名 我这部跟乖欣是一个道理吗 继续继续 现在可以退人 来来来来来来 成龙大哥集中权力 成龙大哥必须出去 我现在越来越怀疑大哥 分手了 那个子涛 你去他 我自己去打路 我站在那边开始追 我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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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刚刚说 如果是他 他自己走出去 那你敢吗 来 要开始了吗 但是你不能堵这个气 你如果是普通身份 你一定要留下来 我们现在 普通 普通飞虎 剩下的人已经很弱了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不能再商量了 比赛 开始 我绝对是 大哥绝对是我 你弱了 这些人 这是 大哥绝对是 谁能狗 你是 贼湯和大肚 把这个毛筒指向的大哥 大哥看上去还是依然地淡定 想退大哥 但是没人推得动大哥 不好意思说 你们小人物干什么 干什么大大 干什么大大 干什么地盖 你不干什么地盖 好 我怀念的是争吵 以後我還是想要愛你的承諾 好 接下來這個時候 佳哥好像也要參與 但是又回去了 剛剛佳哥說 先把榮哥跟榮哥 跟準哥先告訴你 我絕對是普通 像佳哥說的 佳哥他就是這樣 我絕對是普通 所以何老師一直在 一直在幫大家分析 我一直在幫大家分析 我一直在尋找這個臥底 到底是誰 不能抓 佳哥絕對是 我覺得維佳 你要搖我 相信我 瘋了 先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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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不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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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情不像的算 你傻 那怎麼可能是我呢 佳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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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成河 是和大哥們告訴你團 兩大最大臥底 懷疑對象 維佳和成龍被分別前置住 成龍身上的手分別來自 洪子濤 何久 謝娜 大哥出去以後記住他們 真的 沒有了 笑 你不想像是 我嗎 他讓我 他讓我 我相信 他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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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讓你 我 experiencing 他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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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扑倒的大哥一定想不到 早在无形被淘汰时 由维家王大陆黄子涛组成的 推出大哥联盟 已经悄然形成 不知道经历过各种 惊险大场面的大哥 这次能不能化险为夷呢 快看快看 精彩的来了 小心小心 他跌出了 他有眼 被鸡眼了 快往大陆 跑路大哥往大陆 他俩眨眼睛了刚才 谁跟谁眨眼睛 他们俩眨眼睛了 乱说 你疯了吧 刚才那个子头说 一 三 三 先推一个吧 先推一个 先推一个 不是我大哥 我的 起 我推着 能不能推 什么情况 我分析一下 刚才里面的环境是说 佳哥跟大哥眨了一下眼睛 就把佳哥扔出来了 你们这什么逻辑 佳哥你不是站在最里面吗 以前我就看演唱会 知道有人晕倒了就送出来 我刚才就体会到那种 就大家是传送弹一样把我送出来 刚才谁说的佳哥跟那个 大哥夹了一样 我看到 你这是 子头说的吗 我是因为王大陆说 他们俩眨眼睛了 我来说句话 先看他身份是不是 如果公布我的身份不是的话 绝对推王大陆 就王大陆放的这个迷雾蛋 李维嘉是不是卧底的 谁 你不好说我说了 李维嘉是卧底裁冠 第三轮 普通飞虎为家被淘汰 抄向普通飞虎一指线三元 游戏继续 游戏继续 肯定是王大陸 我说的是王大陸 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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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丢我 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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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丢我 王大陸 你为什么要丢我 就在大家都在质疑王大陸的时候 王子涛到成龙大哥背后 正筹划着偷袭行动 却因为动作太大 哇 拓棄失败 好 这个时候 葛老师跟那个 王大陸好像有一些交流 在香港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最后一次 十四十ää 大陸 遗宗 有 好 Et 好 我怕把大哥弄伤了 那我们就把河子涛弄伤了 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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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 谢娜 你们好坏啊 不行 不行 不用玩 王大陆 不是我 王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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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乱玩游戏 要是小王子 王子涛 从一开始就本着不怕把所有人得罪光的原则 把怀疑对象锁定到除了自己的 呃 所有人 先把河老师推出去 我早就怀疑你了 大哥绝对是我 大哥绝对是 先把龙哥跟龙哥 跟俊哥先推出去 佳哥绝对是 我觉得回家 你要摇我 好啊 谢娜 先推 谢娜 绝对是 谢娜 那王大陆 王大陆 来来来 你乱玩游戏 王大陆 好伤害 谢谢你 谢谢你 王大陆 这样倒是怀疑人的黄紫涛 究竟是不是落底呢 黄紫涛 没事 输了 黄紫涛 输了 输了 黄紫涛 黄紫涛 黄紫涛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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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紫涛是强大的分析能力说了 我觉得输了 我们输了 黄紫涛不是卧底 黄紫涛不是卧底 没错 第四年 普通废虎黄紫涛被淘汰 常常普通废虎和卧底 更剩两名 像我这么可怜的孩子 成龙大哥和娜娜 我觉得 完了 因为就算等一下 我们把成龙大哥推出去 还是输了 因为娜娜还在 我们不可能 我和大陆不可能 把你俩都推出去 但是可以试一下 但是可以试一下 我帮你试一下 你看现在马上结盟 现在马上结 给我 你们四个人 你们四个人好团结 你们四个人好团结 怪不得大哥可以拿奥斯卡 他还在 大哥永远在 飞火行动 卧底谢娜 成龙 卧底任务成功 我从一开始就在接近真相 现在你明白真相了 我明白了 我心中想到最恐怖的可能性 居然是真的 从头到尾都在装无辜 我觉得这个游戏 为什么我们普通飞虎会输得这么惨 因为黄紫涛在下玩 得谁咬谁黄的 一小就把我踹出去 好吧 来 我们揭晓一下 刚才这些奇怪的线索 到底是什么意思 55323656是什么呢 请唱出来 陈龙大哥 陈龙大哥 你是哪年的呀 开头 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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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哪儿 猜去啊 25是什么意思呢 请大家 看手机见面 2件和5件 2件和5件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不管怎么换位置 我都在他旁边 因为这二傻子看手机是这样看的 然后我一看 我一看 三十二 然后说再换位置 我就跟着他到这边 然后请看手机 那为什么你跳舞上的那么坏 你一直在跟我这样互动 他就是活不活 他有多动症 因为我没有任何指令 我只有看 跟着大家做 然后我就看那个新兴的加哥在那儿咬 然后我就学加哥加哥看我 当然 大哥 外面消化卧底身份 与娜娜一起将众人骗得团团转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满天过海 险中得胜的吧 第一招 懵懵懂懂 全程状况外 神助攻 王凯 卧底是不知道要拼步数的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一直在抢椅子 成龙大哥他是玩到最后的人 对 他步数居然抢不败 这个游戏规矩我还没懂 我只是以为把这个椅子坐好就好了 我们大哥一样我也没懂 太假了你太假了你太假了我跟你说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为什么质疑你 为什么你说 因为你最可疑是不是 王凯 你们分析下来我觉得他很可疑 第二招 第二招 翘身如黄 化敌唯勇 他有可能从头到尾都在演 如果是叫我做卧底 你们一定首先选我是卧底 对不对 对我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他是卧底的首选 所以导演不会选他 你也是同样的 对所以导演没有选我 我们俩是安全的 天黑时刻 天黑时刻 成功大哥与娜娜巧妙地淘汰了 对卧底毫无威胁地喊涛出局 而避开了热门的卧底候选人 分散众人注意力 第三招 主动出击 站立直爆表 沈助攻 黄子涛 好 现在 什么情况 好 这样演技精湛的老细鼓 你们服不服 卧底终身成就奖 你值得拥有 掌声给陈鸿和娜娜 奥斯卡 奥斯卡 那么在这里 我们宣布今天的飞虎行动成功 好 谢谢 谢谢 那么再次希望大家继续去电影院 支持昨天刚刚上映的《铁道飞虎》 谢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Vivo X9 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 来 节目最后 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的 节目最大力支持 如果你快乐的话 让开快乐大本营 不快乐的话 更让开快乐大本营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博微信 祝大家天天看 你下期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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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么 osob 那个茶桥梁 就像把钢道散的胸膛 我先我先介绍你